我想听黄金舞曲 哦我想看荒野大标课 6月13日 OpenAI在官网发布重要更新 先是GBT3.5增加了更长上下文的16K版本 再就是模型全面降价 虽然还是比Cloud贵 但成本上已经非常接近了 而最让人兴奋的是增加了新功能 现在在API里也可以调用函数了 那么这期就为大家做一期教程 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这个新功能的原理和意义 第二部分是官方例子的讲解 第三部分是我在个人练习时 顺手写的一个实战例子 利用GBT实现本地点歌和播放电影 在科普系列我曾经提到过 大语言模型带来的最大影响 其实是人机交互的革命 它最好的定位就是作为用户和第三方软件的中介 也就是利用GBT无与伦比的自然语言理解能力 将非结构化数据转化为结构化数据 从充满奇异的自然语言中提取出确定的参数 传给第三方接口具体执行 GBT插件商店就是这一理念的体现之一 它通过注入一段用户看不到的插件提示 从用户的语言中提炼出关键信息 将其自动转化为执行第三方借口手续的参数 从而提升用户体验 这次新公布的Function Calling特性 实际上就是将这个机制 从插件商店搬到了开发者这边 以前开发者如果想把GBT的能力 整合到自己的产品或本地工作流中 可能需要定制各种Prompt 可能还要用到LandChain这样的框架 而现在被官方正式整合到API中 使用起来更加简洁方便 也更加优雅 甚至用它来构建大型企业级应用都不再是问题 官方的Notebook给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从用户提示中直接提取参数 一个是让模型来生成参数 不管怎样 作为开发者你的首要任务 当然是根据需求具体实现函数 比如说你现在已经实现了一个获取当前天气的函数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向GBT描述你的函数 其实这就相当于向插件商店提交接口描述信息的部分 只不过现在可以在本地进行的 需要你提供的信息有三个 函数名称 函数描述和函数所需的参数 其中函数描述至关重要 直接决定了GBT在与用户的对话过程中 判断要不要触发你的函数 再就是函数参数 也就是你需要从用户那边获取的信息 如果GBT判断要执行你的函数 而又缺乏关键信息的时候 它会自动向用户发问来获取相关信息 比如用户在与GBT对话时提问 今天天气怎么样 GBT就会判断这里需要调用你的函数 可你在之前的函数描述中明确规定了需要位置信息 所以这时GBT就会反问用户 你想知道哪儿的天气 在用户回答自己住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后 GBT就会将函数名连带参数以Sation格式返回给你 你就可以实际调用了 够简单吧 官方的第二个例子其实大同小异 区别只是让GBT基于用户问题 自动生成插取语句作为参数 这里就不多做解释了 我们也可以借助Function Calling在本地实现一些完全自动化的例子 比如如果你问ChateGBT 我想听无地自容 它不但没有播放音乐的能力 连无地自容是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我们可以利用新特性在本地实现这个功能了 首先第一步是实现函数 这个函数很简单 它只需要一个keyword 也就是取名关键字 先把我指定的音乐文件夹里所有MP3的文件名列出来 然后根据字符串匹配 找出与取名参数最相近的文件名 然后用PodPlayer播放这个地址的文件就可以了 在函数实现好后 就要向GBT描述函数 在描述时可以使用中文 GBT是完全看得懂的 在实际调用时和以前调用GBT的API写法基本相同 只需要在发起请求时将你之前定义的函数描述一并传入即可 如果GBT在与用户对话过程中确定要调用你的某个函数 在它返回的响应题里就会多出一个function code键 里边的name就是你在描述里定义的函数名 arguments就是从用户提示中抽取的参数 然后你根据函数名和参数就可以实际调用函数了 可以看到用户输入与文件名不完全一致也没关系 因为在函数里做的是字符串最近是匹配 增加多个函数也完全不在话下 比如我仿照刚才函数再增加一个播放本地电影的函数 函数描述也与刚才大同小异 下面调用GBT接口的部分基本不变 只增加一个L2判断 根据GBT返回的函数名来决定播音乐还是放电影 比如我说我想看荒野大标课 它就会调用playmovie函数 而当我说我想听黄金舞曲 它就会调用playmusic函数 如果我说我想睡觉 GBT会判断没有任何函数需要调用 就会正常返回对话的补完信息 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只要你愿意你甚至可以将操作系统上 所有操作都封装成函数 并全部改用人画来控制 也可以写一个前端界面 在输入框里输入你的指令 甚至可以利用语音识别技术来实现全语音控制 所以我在以前的视频就说过 基于GBT的操作系统和穿戴式设备的出现都只是时间问题 当然你也可以不自己来实现函数 而是调用其他服务商的接口 比如还是刚才那个点歌应用 你可以把GBT从用户那提取出来的参数 传给网易云音乐的搜索API 除了歌名之外 你还可以通过歌手和专辑等各种方式 获取到最匹配音乐的地址 然后在前端的页面播放器播放 一个在对话中随便点歌的应用不就成了吗 毫无疑问 GBT的强大语言能力确实给中小开发团队 乃至独立开发者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当然 如何抓住这些机遇 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